其實我覺得真的還是要交給民意來做決定 因為今天其實我看到一個是那個 New Talk的這個他們做了一個民調 然後裡面有講到說 如果藍白河然後你是游柯當政的話 那你會投給誰 所以後來發現如果是柯侯配的話 他的支持度是高於侯柯配的 結果以這一份民調當中他是這樣子做 然後另外是他有問到說 那你是不是指藍白河的民調 是讓這個決定最強人選之後 輸的要退選 結果竟然有超過四成的民眾是支持的 然後是不到兩成的民眾是反對的 也就是說其實有些民眾他可能認為說 對啊如果真的在野的力量要整合的話 比民調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我也必須講 比這份民調嗎 沒有沒有 我要跟大家 我一定要講 因為不能只拿一份民調出來講 你知道嗎 所以沒辦法用單一的民調 主要是趨勢的部分 好先講一下 不管淨新聞台灣民意基金會 信傳媒還有匯流新聞網 現在做出來的科批的民調都比以後有意高 我剛才問的是 所以你們現在的態度是很清楚的 就是直接跟國民黨 因為科批已經罵過那三個字了嘛 對不對 OK 那所以你們現在包括科批跟民眾的態度 就是國民黨要大家就定一個時間 找好拿幾家做民調 輸的人退出這次的選舉 你們現在的態度就是這個樣子嗎 對我們現在是這個態度 但我也必須老實講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很難做到 你先不要管他 民眾黨就是這個樣 我們現在態度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真的已經這個 最近已經承受了非常非常多的放話的風聲 然後甚至他這些放話都是 其實就是想要逼退柯文哲 不要去榮統 我們其實已經覺得有點受夠了 所以我們覺得 那好我們就很貪 就是公開透明嘛 我們就是比民調 然後最後讓民意來做決定 國民黨跟你講 我有十四個縣市首長 我有三幾席的立委 我有幾百個 那個包括議員所有的民意代表 民眾黨你能跟我比嗎 他們現在講的就告訴你 包括林濤剛剛講趨勢啊 他們現在就跟你講 他不跟你講一個民調怎麼辦 不是啊 可是你那個死拿一個就不公平 我代表民眾黨講話 你今天要說民眾黨講 我每一個選區立委 我提名一席 你國民黨怎麼選 對不對 我陳勢不足 白癡有餘 民眾黨講話不是這樣子 是你有十四個縣市議長 縣市長 你有這麼多的議員 三百個立委 在立法院沒用嘛 你現在還是跟他平嘛 就直接講了 其實柯文哲 他的狀況是什麼 你可以很清楚 他在掌握主導權 他到了美國之後 他今天在美國進去 在談話之前對不對 他講了幾句話 就很有意思 第一個是說 講了藍白和 講了一年多 都沒有談要怎麼和 然後現在呢 我至少我說比民調 輸了就退學 讓我可以親近兩個禮拜 這柯文哲講的 他意思是什麼 你們國民黨不要扯 我現在就是可能 他就是到美國去散嘛 他去散 就是讓我耳根親近兩個禮拜 然後後面講了一句 親民黨一和就不見了 他直接講出這句話 親民黨一和就不見了 這柯文哲剛剛在美國講的話 然後最後講了 我是急診室醫師 急診室醫生最後三十秒才做決定 他的意思就是藍白要不要核 主導權 現在他是走下坡 但是你說真的有走到完全被壓過去嗎 如果加上手機加入網路也沒吃虧 他現在就看你口有儀讓你現在到炮火上去 讓你到爐火上最後的決定 那柯文哲其實他們現在在做一件事什麼 就是因為現在非綠有一些人很焦慮 所以誰是歷史罪人 有一個郭台銘就夠了 他們兩個都不想當 所以柯平為什麼這兩天去 包括講了說藍白一定和惡 然後這些就是大家先把後話先講好 如果萬一以後歷史罪人 不要把我算進去 是這個意思 我有這個意思 但是他也是開始拋出條件 你要核什麼 你說政黨議題合作 在立法院就可以 他的意思就是你國民黨不要吃人夠夠 然後我是聽到好幾個親民黨的 直接講了 國民黨真的這麼強嗎 這麼強的話侯友宜也沒理解 郭台銘一個人太多 所以柯文哲是已經講出 藍白和的具體的方法 因為你們都是講說有的沒的 講朱一輪我們要怎麼和 柯文哲是具體講 而且我現在美麗島電子報 最新的日麗島如果三卡都 我是輸你侯友宜4.5% 細卡都是輸5.4% 我輸我都敢跟你PK 你贏了你怎麼不敢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就是像那個 國軍轉進 不敢面對 遇到日軍攻擊就只能轉進 轉感覺不敢直接跟日本 不是 當時的話是共軍追擊 望塵莫擊 對啊 只能說轉進一日千里 你沒有勇氣去跟柯文哲PK嘛 其實我覺得柯市長他講說最後30秒那是對的 因為基本上他為什麼最近你看到他一直好像火力很強在殺某一些這個回應 那就是針對某一些放話的人在講的嘛 他也要對他自己的支持者交代啊 如果你今天都是國民黨在講或是這個我們國民黨也侯友宜也自己有立場 因為各自有各自的支持者要交代壓力會過大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現在比較好的模式應該是像之前的柯主席 現在的朱主席跟侯市長一樣 不要把所有的前提擺在前面 排列組合留到最後也就是留到最後的30秒再來決定 現在是堆積默契的時候 可是柯主席那個氣勢有沒有什麼 你知道有很多時候很多的支持者會看那個那個氣勢到底 剛才放手自己說書的就目前有一些民調看起來柯P是落後一點 他都跟你講說沒關係啊 我就跟你PK嘛PK完大不了我就退嘛 退以後選民要支持你當然就支持你 那現在目前有一些民調你們會贏的時候 所以剛才放手的意思就是說那盛方難道沒有這個氣就覺得說好啊 我泱泱大黨我十四個縣市全部磨殺過去我三十幾席立委全部發動下去 你一個楊保證能擋幾個人 這國民黨不會這樣這樣想嗎 不是因為這樣太殺了啦 我覺得還是一個 不是這樣是一個合的 因為說真的以國民黨的立場 我們十四個縣市的建議總部還沒成立 我們的組織盤還沒有抄下去哦 抄下去這個趨勢可能啊 看起來是要往上的 那如果往上的過程中 你覺得現在在講民調 我覺得國民黨也沒有那麼沒底氣講這些話 只是我覺得現在就是不要把排列組合 不要把那種很殺怒的氣氛把它營造起來 皇城的和氣還是要顧一下 這個和還是很重要的 可是將軍請問一下 為什麼深藍軍系有一場活動 腰了顆沒腰吼 太怪了 為什麼 這個我講完大肉就不怪 為什麼 這個戰略協會在全國縣市都有分會 我到桃園分會的戰略協會去做過演講 也是一樣分享選舉 所以就是這一些在 偉國將軍過世以後所留下來的戰略協會 所以大家對於國家的未來還是很重視 那麼這一場是追這個追思 前會長王文謝上講的 是一個很溫馨的場合 為什麼找了侯友宜 為什麼找了柯文哲不找侯友宜 來 大家我這裡面很多我的長官 大家不好意思 我把你們心情的話講出來 因為找侯友宜去不會有答案 你問侯友宜 那個侯市長藍白會不會合 他就會把他原來那一段 再放一錄音再放一次出來吧 保衛中華民國 對沒有答案嘛 保衛中華民國粉身碎骨再所不息 下面這人就說我們都是啊 你跟我們講在幹什麼 我們都是啊 我們這些老將都是啊 我不要你聽這個嘛 所以到底藍白會不會合 他就把再講一遍 保衛中華民國粉身碎骨再所不息 下面就抽菸抽菸 就離開了嘛 可是找柯文哲去不一樣 找柯文哲去不一樣 為什麼 這表示藍白會不會合的關鍵 不在侯友宜 在柯文哲 對所以柯文哲一去了就講說 藍白一定會合 下面鼓掌欸 瘋狂欸 他看怎麼合 他就笑 所以為什麼後來在會議結束以後 這些老將軍都跑過來跟柯文哲照相 非常和諧很非常這個熱絡的一個場合 都跟他照相 表示什麼你知道 我們找到了關鍵的人 關鍵人叫柯文哲 藍白會不會合在柯文哲 而柯文哲講出一個關鍵點就是 來比嗎 來比民調嘛 對不對 勝的選敗的退 這叫什麼你知道 勝者全拿輸的幫忙 就這個意思 我沒有叫你跟我在一起選 因為你跟我一起選 我告訴你 你來了 反而讓我柯文哲的票會掉 因為柯文哲的支持者們 有12%到13%的人 是侯友宜絕不投 那你侯友宜跟他合了 那這12%13%不就跑了嗎 他的意思就是說 贏的全拿輸的幫忙 你在旁邊幫我三豐 幫我抬轎就好啦 我來選 因為侯友宜說 我絕不做負的嘛 對不對 那就別做 那就別做嘛 對那就別做 我來做就好 反正我們為了要讓民進黨下台而已 其他的不管嘛 我來做就好 所以柯文哲這一點 剛好合了這些在場老將的這個胃口 叫什麼你知道 來戰啊 贏的就上嘛 輸的就下嘛 他們就喜歡這樣啊 侯友宜不敢講啊 柯文哲講啊 所以為什麼你說這次不風向變 也不是對著他們的胃口 所以這一場活動 其實柯文哲要去 其實保密了很久 在場很多的退降 不知道 不知道柯文哲要去 是到了會場還在問 怎麼他來 從不是侯友宜來 那他們有做說明 就是侯友宜來 你問他也講不出個所以然 到底會不會合 他講了也不算 柯文哲來 說不定有驚天一報 我們這個會說不定促成藍白河 所以是在這麼樣一個場合下 找了柯文哲 所以藍白河的關鍵在誰 在柯文哲 柯文哲講出來了 民調嘛 我今天雖然坐這邊 你還是要幫柯文哲講話 我覺得他真的是 膽大心細 為什麼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我今天就去戰略學會啊 而且他是據我說他主動要求 然後人家答應了嘛 你今天侯友宜連這種嘎吱都沒有 那我上班 我跟那個黃靖平 桃園市議員 我跟他同台我非常訝異 為什麼 他現在對於正式選戰的觀點 已經到宗教層次了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 就是認為賴清德一定會當選 那我們覺得下架民進黨 對民進黨太好了 我們就讓他上架 好好的折磨他 讓賴清德繼續當總統 然後那個行政院長到立法院 我們就好好的監督他 因為覺得下架民進黨 便宜民進黨了嘛 就讓他在上面 他對藍白河很悲觀 我在旁邊 對 我們在同場 他就讓他就亮在上面 我們好好的折磨他 這什麼邏輯啊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已經變成 自我療癒了 所以我們就讓賴清德當選 這個對我們 個人的看法 他個人的看法 但我覺得這東西 如果真的變成主流的話 那國民黨還沒選 這招狠狠 狠狠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就這個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邏輯 我等一下就打電話 跟他呼籲一下 黃白河的機會還是很高的 考計會準備好了 可是請問一下 敏鳳的那個朋友的朋友 的那個夢 冠鐵你覺得那個夢會真實嗎 沒有這個夢很有趣 吼 敏鳳姐啊 他跟大家講說 他有朋友 不是朋友 他強調是朋友的朋友 不是他的朋友 這個夢內容 我讓大家簡單簡述一下 第一個 有總之一場會議 有藍有白 有媒體人 代表白色的講說 我是這樣想 如果你們不做副手 又不做民調 我想大家沒什麼好談的 我的民調沒受比你高啊 不然要比什麼 好像雖然是夢境 不過我們大家常聽到這個的感覺 感覺都是誰 白的這樣講 另外一個媒體高層很特別 他說 軍系不能沒有代表 叉叉叉也要進去 如果老共沒有處理好 後面會斷糧很麻煩 這好像也猜得到可能是誰 好再來 關鍵來了 整場都沒有發言的喉舌 這個敏鳳姐的朋友的朋友 講這叫喉舌 就應該是喉舌市長 我講的姓喉的 就這個吧 突然說不分區 內閣我都沒意見 但我不會當父的 好啦 總結簡單來講 幾個點 從這個敏鳳姐的朋友的朋友 的這場夢中 如果真的有這場夢 大概講出幾個重點 第一個 柯不當父 喉也不當父 第二個 那個藍白互相用民調在叫板嘛 剛剛寶貞也覺得說 他民調很多很高啊 然後那個那個林陶 也說很多民調很高 我整理一下給他看 這個那個公正客觀第三方 那個這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份民調 侯友宜贏四份 打平兩份 柯文哲贏兩份 今天好像新的出來 新頭殼的好像也是柯文哲贏 總之就是民調怎麼比嘛 你用哪一家都不一樣啊 國民黨最後還有一個絕招 賴打肚還有直話分析 對對對 那就一定是好友宜 那就一定是好友宜 郭台銘也不會贏 好 再來第三個叫 內閣部長的部分用政治分章嘛 就是說 現在已經談到 無論最後兩百會不會合 內閣部長的 把他們對他們藍跟白來講 是一個可以分章的東西嘛 哎 要不要喬一下部長啊 我不要啊 我侯友宜 假設是喉舌真的侯友宜 假設 不分區內閣沒意見 但我不會當父 意思是內閣你白的要拿拿去啊 只要你不要當正的就好 言下之意就是如此嘛 背後我分析一下 我覺得核心的點 其實現在真的緊張的是柯文哲 嗯 柯文哲其他的籌碼越來越少 八月份的時候 民眾黨發言人出來對大家講說 我們就提這十席的區域 不會再多了 為什麼這兩天柯文哲跳出來講 我七十三席 我草木皆兵我全部都提 因為國民黨已經跨破柯文哲的卡手啊 之前很怕 國民黨之前各界立委候選人 再怕一個點 不是多喜歡柯文哲啊 基層也不喜歡柯文哲啊 那他們再怕一個是 柯文哲如果早在三個月前 兩個月前啊 各地都提民眾黨候選人 我們國民黨會有點壓力 這是很多國民黨立委候選人的心聲啊 可是現階段時間不站在柯文哲那啊 剩一百天 十一月二十號要登記剩五十天 你怎麼可能民眾黨 以現在提的十席中 有幾席真的對國民黨有有傷害的 其實我剛才稍微談了一下 兩三席頂多 所以你現在有提的 對壓力已經不大了 你怎麼可能在最後幾個月內 突然提出來之後 對國民黨的突然造成很大壓力 所以現階段 國民黨本來立委的這一個 對柯文哲給他壓力 已經慢慢越來越低 最後就變消失 總統候選人的部分 侯友宜的民調正在往上升 所以我回到柯文哲哥講的 金捕聰他腦子在想什麼 金捕聰他腦子在想一件事 我今天我講一個月前 最後會有藍白河的意思是 我柯金捕聰講他戰略是對的 他賭一個是侯友宜的民調 繼續往上衝 柯文哲繼續往下 而掉到低到他步伐上選的時候 白的之後會流去喉那邊 但我最後講結論 我認為金老師的這一個論述 有點太天真 柯文哲你怎麼氣啊 氣到最後他還是有不分區啊 他只有政黨票 還是有那實習區域立委 留個5%%% 一樣不會氣乾淨 所以他們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後面還是等著 看他們怎麼演 民奉的朋友的朋友的夢境 有這回事嗎 基本上我通常都是據時來做評論 那過去 兼必親爺每一件事情都成真了 那這件事情我必須要講 可能是終究假期比較長 睡了比較久 可能有一些夢境 有一些跟事實會有落差的狀況 因為這一個故事裡面的人 事實地物跟主席 跟這些所有包拉科營的 這些所有的內容 我都查證過 基本上是跟事實有落差 也沒有什麼分章說 這個部長你幾個 這部長有幾個 現在談那有什麼用 你沒有合 你沒有贏 你談部長笑死人 所以基本上這個故事啊 假的 OK 否則 九月二十幾 如果照民奉的朋友 朋友那個時間 他是二十幾 那個最後尾數沒有寫 九月二十幾 白銀有沒有人跟藍銀的高層 曾經碰面 在主席家 不太可能 沒聽過 因為這個新聞一出來 民奉的臉書一出來 我相信各自陣營一定會回頭 有沒有 沒有我今天上節目 肯定會被問到 不問我失職 問林投票有沒有去租主席家裡 我查證過沒有 查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聽說 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會問民奉 可是這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到底在未來之間 那個藍白之間 何與不合 現在回到 民進黨現在所有的策略 是打一組一對一的想法 你們現在就這樣講 你們會知道未來會這樣 可是保甄 有沒有聽到剛才講說 如果照堅埔中老師的想法 最後意思是說會自動氣保氣到 可是你們會被氣到很乾淨嗎 我覺得不至於 對我覺得不至於 而且因為其實說老實話 我們的支持者 已經很明確表態就是 如果柯不是正的就不投了 所以我覺得 當然現在國民黨可能會覺得說 會不會就是把柯逼退之後 先不要堆棄 沒有前提前提就在這 先堆棄誤信跟默契 我跟你講 這是柯主席的講法 沒有本來是朱主席的講法 我跟你說 因為最近柯辟他已經丟出了 這個新冶村釋出善意了 就是比民調嘛 你既然藍白河講了一年了 那到底具體的解決是什麼 我不知道方法是什麼 那我們就提一個方法 我們就比民調 你問他擔不擔心 他們真的要草蜂皆兵 撒鬥成兵 所有地方全部都給你提 那立委七十三級全部提 國民黨會不會因此遭受大疾 我還是希望不要有這種狀況 其實說真的 因為有一些習 例如說新北的第二選區 然後高雄跟這個台南 或整整或嘉義 有一些選區是藍白河 大家很明顯看到 說真的有一些選區白銀也有提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立委跟柯文哲 他的票能不能等於是打個問號 過去的桃園的選舉 下場選舉就是一樣 他柯文哲沒辦法去轉移到 市長或是立委候選人身上 這麼的全面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察 這個審慎以待